如意心里烦闷就来御花园走走 正好看到荣平也在此散心 两人就开始闲聊 荣平对如意敞开心扉 他虽然待在皇宫 可是心里却还在寒步的家乡和寒几的身上 如意唏嘘不已 只能对他好言相劝 李渔带永基去给太后问安 正好看见如意 荣平就赶忙离开了 如意向李渔打听林云彻的下落 才知道皇上已经不许林云彻护送永基 把他留在御前效力 李渔悄悄告诉如意 皇上对林云彻奋不顾身 就如意的事耿耿于怀 如意让他转告林云彻 一定要沉住气 抛光养晦 如意和林云彻的流言在宫里大肆蔓延 太监和宫女们私下里都议论纷纷 于飞听到这个消息 立刻来向如意回报 可于飞不甘心 就让夜心偷偷去办 太后为了缓和皇上和如意的关系 特意邀请他们俩一起看白蛇串 太后看得津津有味 可皇上和如意各怀心富士 争锋相对互不相让 吵得不可开交 玉妃不甘心被罚超佛惊 他赌气摔摔打打 还牢骚满腹 宫女只能陪着笑脸 对他好言相劝 正好李渔奉旨为他解禁 玉妃顿时心花怒放 令妃和林云彻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的流言 在宫里肆意蔓延 林云彻也无可奈何 可皇上还是心存芥蒂 就让晋忠把令妃叫来问清楚 晋忠奉旨叫来令妃 还提醒他 一定要把自己摘干净 如意埋怨于妃 不该散播林云彻和令妃的流言 可于妃就想保住如意 可如意不想连累林云彻 令妃按照晋忠的提醒 向皇上承认和林云彻是旧相时 还主动提出杀了林云彻 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皇上觉得他心中坦荡 当场原谅了他 就在这时 玉妃冒着鹅猫大雪 来养心殿见皇上 还带来林云彻的老婆冒歉 李玉悄悄派太监去通知林云彻 玉妃向皇上举报 如意和林云彻有私情 令妃还在一旁帮腔 皇上让李玉把如意叫来旁听 林云彻得知冒陷来见了皇上 赶忙过来查看 林云彻首先向皇上认罪 想把冒陷带回家 可冒陷去口口声声诬陷林云彻 心里念念不忘的是如意 就连做梦都喊着如意的名字 冒陷竟然拿出 他记下来林云彻梦魇的三个确切日期 如意清楚的记着 冒陷不能生育 深则他的日子 当面指出 冒陷是在胡乱猜测 冒陷紧接着又拿出一件正物 冒陷拿来林云彻珍藏的箱子 里面是如意被贬冷宫的时候 送给林云彻的靴子 上面还绣着如意云图案 如意承认是索性做的 还让皇上拿他的衣服上的图案对比 玉胡对比发现 靴子上的纹饰不是如意所绣 玉妃极力狡辩 皇上当即下旨 把玉妃关进慎行司 任由他自生自灭 皇上让林云彻回家写一封修书 和冒陷一刀两断 冒陷气得咬牙切齿 令妃立刻跪下认错 皇上打发他回宫休息 如意刚想离开 皇上急忙叫住他 尽管今天证实了如意和林云彻是清白的 可皇上还是不依不饶 诬陷林云彻对如意有非分之想 否则如意不会和他